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条河 可以钓鱼 而且有公共的厨房 公共的洗澡间 一天晚上一个人只要二十澳到 就不到人民币一百块钱 在北领地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便宜很便宜了 今天晚上我要住吊床 因为这一次出来没有带帐篷 带了一个吊床 然后打算选这两棵树之间把它挂起来 我也从来没有试过在吊床上面搭一个防雨棚 但是我打算今天试一下 OK 开始干活了 看到没有 我把帐篷的防水布搭了一个微字型的房顶 在两个室屋中间把它拉起来 底下呢藏的是我们吊床 那我现在进去看一下 里面的空间还可以 其实如果是睡在靠地面的话 这个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那现在呢我钻进帐篷里 好 还不错还不错 也不怕下雨 唯一有一点呢就是北领地的晚上啊 是挺冷的 所以我还有一个防潮店 回头垫在吊床里睡 好了 在我们营地附近呢 有一条河啊 河中间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水塘 叫比拉帮 离这里只有五十米 我现在就去这个水池看一下能不能钓到鱼 现在是下午四点多 太阳还是很强烈 不过北领地这边的河流呢 一般都是在沟里 当你抖到河边的时候呢 基本就没什么太阳了 或者是太阳光被那个树林子遮住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去钓鱼也是没毛病的 好漂亮好安静的地方 水里看起来有一些小小的雨 不过看起来呢水不是很深 我不确定这个潜水会不会有 Bara 金木炉 金木炉一般会躲藏在一些比较深一点的水 以及有那种倒着树的结构 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没什么结构 不过我还是先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钓到什么源 感觉这边的水比较浅 完全没有浴 我们现在找一找其他的一些深一点的水的位置 这里的水呢比较浅 感觉雨也不会很大 所以换了一个很小的米糯来试一下 完全没有鱼 完全没有鱼 换地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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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掉到了一条海帘 小小的海帘 尺寸不是很大 海帘通常是生活在咸淡水交界的地方 可见这一条河是能够通大海的 只是说现在是旱季 那个水道已经停了 这一条海帘就留在淡水的池塘里 好 再看一下 如果有海帘钓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海帘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鱼 它攻击的很迅猛 而且呢 它的那个小小的个体就会攻击这么大的家 行 那我们先把这一条放走继续掉吧 好 继续 其实在北领地呢 它的淡水中啊 还生活着龙鱼 就我们国内看到龙鱼是把它当宝贝一样 那 当然在澳大利亚也是做保护的 龙鱼呢 它也平时喜欢吃浮在水面的一些小昆虫 所以用这样的水面系的甲尔就有可能会钓到龙鱼 看起来是非常棒的钓点 那边有两棵倒了的树 这树底下可能就躲了金木鱼 那在这里钓鱼呢 一定要把泄力锁死 不然有可能鱼跑到障碍里 你就再也拖不它出来了 OK 开始吧 再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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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 再给它 点击 一,二,一 飞翔 飞翔 五 五,一 哇,第一條金木爐 哦耶,北嶺地的第一條金木爐 第二竿就已經釣到了一條金木爐 雖然個頭不是很大 但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釣到金木爐 這一條呢,體型雖然很小 但我覺得拉力已經不錯了 那如果這一條可能頂多只有那個 一斤多一點 如果是碰到十斤的怪獸 一定會爽死的 好吧,把它放走吧 今天呢,我獲得了營地老闆的同意 可以進入他們餐廳的後廚 拍攝一下他們的大廚Steven 如何去烹飪金木爐 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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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李 李,Steven 你好嗎 嗨,Steven 謝謝 我們認識你,李 李 所以,我聽到佳妮你從新西蘭 是的 今天的我們這個營地的大廚Steven 他是來自新西蘭的Nelson Nelson 是我朋友說那裡非常棒,建築非常漂亮 但我自己從來沒有去過 所以如果下一次我再去新西蘭呢 我希望能夠去惠林頓 再跨過海峽 就是Nelson呢 能夠同時去這兩個地方 那個 Steven呢,他是 常年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兩邊工作的 他在不同的季節呢,會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比如說現在是冬季 他就會在北領地這邊工作 那等回到夏天的時候呢 他又要回到新西蘭再去工作了 也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是 那是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等下 我肚子餓 你應該要打拗我 因為它是很美味 我先给你吃饭了 真的要去 我点的金木炉已经炸好了 现在我再要一杯当地的啤酒 现在我就可以到这个漂亮的院子里 去享用我的晚餐了 这个营地真的非常不错 因为它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院子 很热带风情的这样的一个餐厅 谢谢Steven 谢谢你 谢谢你的面 谢谢 谢谢 一份丰盛的油炸金木炉已经做好了 它其实我觉得鬼佬的做法 就是都会比较简单一点 一般来说就是把金木炉做成Filly 然后它蘸了两次酱 第一次大概是一种油炸的粉 第二次我不太没有太听清楚它炸了什么酱 总之它的这种做法还是相当简单的 不过西餐对于油温和对于时间的控制 都还是比较讲究的 比如说它这个金木炉 它说第一面先炸两分钟还是怎么样 然后第二面再炸一分钟 这个我并不是很懂 但是呢我们先尝尝什么味道 有点点的甜味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鱼比较新鲜 在北领地这边呢到处都会有金木炉吃 表皮非常脆 很那种crunch非常棒 这一杯是当地的啤酒 昨晚我已经喝过了 有点点苦 但是又很甜 是非常棒的 嗯太棒了 这在北领地 或者说在整个澳大利亚 只要你稍微就是说 选点比较有意思的餐厅 你都能够很好地享受到当地的美味 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很偏僻的房车营地 你也可以享受到这么好吃的晚餐 OK 欢迎大家来北领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